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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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 里面那位师傅在准备大餐 里面那位师傅在准备大餐 老公 那在我来准备的大餐 红烧肉 凉饭皮蛋 煎鸡蛋 你不会把那个菜剪一下吗 一条还在嘴巴里一条已经缺一下肚子里了 有我最爱的皮蛋 红烧肉 谢谢 我今天吃饱了七个半小时 原来家人工了 七十块钱一个小时 我都不知道 然后 星期一至星期四 七十块钱一个小时 星期五至星期天 七十五 我今天赚了五百块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吃饱了 我老公还在吃 我没啊 你吃饱了没有 没有啊 我今天去上班了 好久没上班了 我都差不多 几个月没去上班了 早上十一点上到晚上六点半 七个半小时 刚刚才跟我老公说 现在涨人工了 以前我都忘了是多少钱一个小时 现在是七十块钱一个小时 星期一至星期四 七十块钱一个小时 然后星期五至星期六 七十五还是八十块钱一个小时 我都忘记了 如果是特别的日子的话 还有海鲜价 一个小时好像是 一百二还是一百八 哪有一百八 没有一百八 那应该是一百二对不对 我印象中有 去年他们都说有 我去年要是去上班的话 我跟你讲 过年的那一万块钱的那个 政府补贴 我应该可以拿到 我那个时候没去上班 好久没上了 今天去上班 哇好开心啊 碰见以前的同事 那种氛围感 特别的舒服 我不需要上太多 我只要一个礼拜 上两天 或者三天 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最多十个小时 不能超过十个小时 超过十个小时 超过十个小时 我觉得好累啊 我以前可以从早上七点钟 上到晚上十二点 我都不觉得累 但是 现在 感觉有点累了 今天去试一下 好开心 真的开心 我不开心 你放假我没陪你吗 有啥不开心的 我上班不开心 我开心 老公吓死我了 他今天放假 然后呢 他说他不开心 因为我没有陪他 我下个礼拜陪你 我下个礼拜绝对不接 然后我后天又要上班 大后天又要上班 好像后天我是上两点 上到晚上十点 大后天是上几点 我忘记了 我一个礼拜只上两天 或者三天 我不想上太多 因为我要给我儿子煮晚饭 中午吃外卖 但是晚上 我就不想让他吃外卖了 现在有一点点累了 我肩膀有点痛 我是肩周炎 所以有一点点累 我去洗个澡 然后做个面膜 早点睡觉 好了 朋友们 下次见 去上班 感觉好舒服 好开心 因为太久没上了